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午安 午安 大家午安 天天 你好 YC 你好 洛克 你好嘞 苦安 我剛剛開播才發現我 忘記畫臥蠶了 我忘記畫臥蠶了啦 我想說 今天怎麼長得不一樣 長得怪怪的 原來是忘記畫臥蠶 謝謝洛克的真情告白 Hello 午安 阿圓午安 指甲好看 謝謝 這是 韓韓幫我 昨天來幫我做的指甲 可愛吧 就是為了握手會跟合照會 Hello 北極星 為了握手會跟合照會 所以請狠狠幫我做指甲 我的很專業的道服美甲師 對 她還到我們家幫我做 真的是非常的 優秀 我真的很好看 你 品寒說可以好好欣賞 只好握手會一直盯著指甲看了 可以 是真的可以好好欣賞 大家握手合照會的手 午安 我先來畫個臥蠶好不好 沒有臥蠶我真的 很難存活 沒有臥蠶很難存活的人 品寒又太早 對 今天早了五分鐘 沒有臥蠶很難存活 笑死 偶像的生命就是臥蠶 有臥蠶 是不是有叉叉 是不是有叉叉 有臥蠶了 很棒 謝謝日增的早安棒棒 好 差很多 今天 欸我怎麼沒聲音 hello 感覺 卡了一口糖 內內你好 陽春裡的鹿你好 好 咳咳咳 我真的是 就是 之前確診 hello 然後 康復之後感覺很常卡彈 就是 會一直有彈在那邊的感覺 偶爾 謝謝hello你的心要女神 謝謝 謝謝陽春裡的鹿的緣分相遇 就是 就是時不時就會有一口彈塔在那邊的感覺 的感覺 要一段時間才會好回來 期待下集露營你做早餐 不要太期待 我做早餐很可怕 hello 北極熊的鼠你好 謝謝柏惟的愛心氣球 謝謝阿紅的小公主 謝謝 沒關係 我做早餐很可怕 希望大家不敬 對 大家有看露營了嗎 想看 想看 我剛剛蒸了一顆粽子 這粽子很特別 是室友帶來的 然後 這粽子很特別 它不是糯米 是糯米嗎 不太像糯米 是那種 五穀飯嗎 健康的那種飯 五穀米 蠻特別的 藜麥嗎 藜麥的米 就是那種 健康的飯 很特別 健康的飯 其實蠻好吃的 就雖然它蒸起來的時候 味道沒有像 一般粽子那麼 就是那麼香 那麼重的味道 可是意外拆開來吃 還是蠻好吃的 還是有粽子的感覺 其實這個飯比較健康 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這一種 枯薑你好 原來沒那種 對我覺得它沒有 比較沒有那麼有粽子味 它是蠻好吃的 謝謝冰澀唇的愛心氣球 比較不會硬嗎 我覺得 比較不是那種爛爛的吧 因為它是不是糯米 對 口感怎麼樣 我覺得它粒粒分明 嗯 它到底是不是糯米啊 我也不知道 但它是確實 我很確定它有黎麥 因為它有一粒粒的那種 黎麥 還是有一點 粽子的那種口感 但是飯的味道的確不太一樣 粒粒分明好高潔型喔 謝謝Samsung的Mica 早亮點 其實我覺得口感 沒有跟一般粽子差太多 是不是味道比較有差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油的感覺 烏諾你好 好 謝謝枯椒的新日事業場 這是早餐還是午餐 這是午餐 這是午餐 謝謝高鐵韓粉的愛心氣球 平安有貼雙眼皮貼有的 我有貼 因為我是內雙 我不喜歡內雙 我覺得雙眼皮看起來眼睛的大 比較有神 所以我有貼 今天 妝很淡 因為我 等一下 就要卸妝了 晚上要去吃一間燒肉 可是是跟朋友去 就不想化妝了 對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卸妝了 就化得很淡 我最近真的很不喜歡化妝欸 就是沒有工作的話 幾乎都是素顏出門 就很懶得拍照 很懶得化妝 謝謝柏雲的小公主 吃哪家 吃哪家就 先不能跟你們說了 因為晚上要去的話 但吃完之後可以跟你們分享 對我是為了直播化妝 為了直播化妝今天 而且我今天想要戴 那個我的紫色那個小帽子出門 哈囉 少安你好 謝謝Dragon的文書禮 因為底子好所以不化也美 欸我在競爭的 像我現在直播也都不化底妝 我就只有用遮瑕而已 然後現在偶爾出門去練我什麼也是不化底妝 除非有工作要拍攝才會用到粉底液 不然我現在平常真的不化粉底液 我覺得這樣比較透氣 比較舒服 越藍越藍 沒有我覺得也不算是藍欸 因為就是我覺得我現在皮膚比以前好一點 所以就是不化一些底妝也可以出門 所以比較有自信了 以前是沒有化妝不敢出門 可是現在好一點 對素顏比較有自信 那我覺得以前可能是因為很容易想很多 然後我就是那種緊張 或是壓力大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有痘痘什麼的 然後以前就是比較 心情比較分不開一點 所以很容易長痘痘 然後就會有很多痘疤什麼 就不化妝就不想出門 可是現在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喝水也有差欸 就是以前不太喝水 但是現在有喝水之後 皮膚又好一點 謝謝李珍的神蹲給小辣椒的願望 謝謝 吃到水 來喝一口 以前就會想很多然後就會下手比較重 妝感比較強 現在喜歡自然 對 我發現年紀 漸漸變大之後 真的比較喜歡自然的妝感欸 像以前就是什麼腮紅要很紅 或是口紅要很紅之類的 可是我發現我漸漸長大之後 就是年紀 隨著年紀漸漸變大之後 好像比較喜歡自然一點的感覺 就是以前就是會很刻意打扮的那一種 就是喔我今天要去哪裡吃飯 我出門一定要漂漂亮亮之類 可是我發現這個年紀漸漸變大之後 就會走一種比較自然的路線 就是想要那種 不想要被人家看出來很用心打 很用力打扮的那一種 可是又是好看的 就是怎麼說 更高一層樓的方式 更精緻的方式 就是以前就是要讓人家看到 喔我有用我今天有用心打扮 這樣子的心情 可是現在22歲 然後要23歲 真的是走一個就是 我今天出門 雖然有打扮 可是我想要讓別人看起來 我沒有很用力打扮 對更更進階的一個心情 好難解釋喔 就是其實是有打扮的 但是不想讓別人發現 喔我很用力打扮 有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 好難解釋 謝謝柏惟的掌聲鼓勵 就是讓人覺得你好像 喔平常就是這麼漂亮 就是不是因為為了今天才 才這樣子 對 默默的精緻 沒錯 謝謝李珍的小公主 就是那種 欸你今天好好看喔 喔沒有啦我亂穿了 對 就是這種心情 心機裸妝感 蛤你現在是沒化妝的境界 我今天有啦 今天有化淡妝 謝謝李珍的小公主 謝謝Derek 為的浪偶心 原來如此 以後被罵臭直男 我就說你妝太自然了 謝謝佩佩的夢幻泡泡 給人一種解就是這麼自然美麗 對就是反而想要展現自己 自己原本就不錯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 後來覺得化妝打扮 化妝穿衣服 就是其實是一種襯托嘛 就是襯托而已 不是主要的東西 就是主要是要讓人家 看到你這個人本身好的地方 然後化妝跟一些搭配什麼 就是襯托你 就不是要讓別人看到 喔我這個妝很漂亮 而是要看到 喔我這個人很漂亮喔 所以就是化妝是加成的東西 所以不需要這麼多 哈囉托魯家 就是化妝什麼是 是襯托這個人 但他不 因為今天出門不是要讓人家看到 喔你的妝很好看喔 是看到喔你這個人很好看喔 對吧 謝謝想想的心動會員 女生是不是真的很難懂 女生很麻煩對不對 我自己都這麼覺得 女生真的好麻煩喔 謝謝黑捷克的掌聲鼓勵 這就是女生 喜歡蛋的 這週末要跟平安合照了好期待 我也期待 我很害怕 我怕我不知道要聊什麼 裸妝感真的是日常最精髓 天生立直的感覺 很緊張耶 你們有想好要聊什麼嗎 聊指甲 聊衣服 我要說這個做指甲的故事 謝謝劉建谷的小公主 聽上其他女生說過 連她自己都覺得很麻煩 臨場發揮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壓力太大 或是太緊張 就是 隨便當做朋友聊天 就可以了 我覺得要是個很輕鬆的活動 就是不需要壓力太大 你們覺得呢 好 那我先來說一下這個指甲的故事 反正就是我昨天 因為為了握手會嘛 所以昨天就是 親了採劫來幫我做指甲 然後我們在客廳做 結果哈庫一直跑過來想要吃這個材料 然後就很怕他中毒 他真的是在我們做的時候一直跑過來擾亂 超可愛的 然後我塗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我就摸摸哈庫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空氣中有哈庫的毛 然後我指甲上都是哈庫的毛 但是現在有用掉了啦 只是昨天在做的途中 我的指甲一直黏到哈庫的毛 哈哈哈 李小姐就說 你那個指甲上面很多屑屑 他可不可以一直過來擾亂 超可愛的 居然真的是喊喊做的 是沒錯就是他做的 謝謝金米多的Kiki做你的喵 有毛變形造型 漂亮吧 我的難得的光療 其實我一直都蠻喜歡光療的 但是去外面做的真的太貴了 指甲做完哈庫有沾到那個顏料 應該是沒有啦 沒有讓他碰到 這個可以撐幾天 這個光療可以撐很久 基本上兩個禮拜不是問題 對 光療可以撐很久 而且我喜歡光療是因為它 就是真的亮亮的嘛 就是看起來比較精緻 就是感覺整個人變得更精緻 然後手看起來比較修長一點的感覺 Sable 一直都蠻喜歡光療指甲的 可是外面做一次真的好貴喔 外面做一次這種 可能這樣一個顏色就要 一千多 是不是很貴 我就花不下這個錢 一千多耶 做一次要一千多 我就有點 所以可以為了握手會而做啦 但平常的話就感覺不會特別 花這個錢 雖然是好看是好看 但是真的蠻貴 韓韓幫你省了一千嗎 我會請韓韓喝飲料的 我愛你喔韓韓 謝謝你幫我做指甲 謝謝補當補出幣 送的抗議會員票 但握手不會盯著指甲 你們知道指甲這種東西 女生就是自己做了自己欣賞 就是自己看了很開心 就會心情很好啊 其實如果別人沒有察覺到 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自己看了心情很好 就這樣 對 女生就是這樣 自己看了心情好 就會開心 真的很準 謝謝柏惟的傳情小幫手喔 而且我之前有看過一個冰塊的指美甲 我覺得那個也很好看 你們我給你們看看圖片 冰塊叫什麼 冰塊美甲 我也很想做那一種的 等之後有機會的話再使用 都看眼睛 害羞 開心的平衡這塊 你禮拜一也是去聚餐火鍋嗎 是的 是的 原來不是給你們看 是給你們看啊 就是給大家看啊 但是如果大家沒有發現的話 自己看了也很開心 對 心情好 我心情也會好 簡直太划算 我給你們看冰塊美甲 我覺得很漂亮 你懂嗎 我隨便找一個hashtag 就是 它很像冰塊 會反光的那種 我覺得很可愛 很像美人魚 不算很像美人魚嗎 我很想做做看這一種 這間店1488 對 就是大概做一次到一千多到兩千 不一定 看店家 所以就雖然很喜歡 可是又有點花不下這一千的感覺 它真的覺得好好看喔 我覺得很像美人 很可愛 這種技術感覺要很好 Kila Kila 對不對 我覺得有做美甲的女生 真的 看起來會更漂亮 就是 怎麼說 更精緻的感覺嗎 像我的室友姐姐是 一定都會有用指甲 就譬如說這個指甲 穿三個禮拜之類的一個月 她就會去那間店 然後 卸掉然後再做一個新的 但就是 真的是蠻花錢的 那我現在又開始欣賞 我覺得 我都會 我有時候就會隨便在網路上 看一些 IG的指甲的美照 我覺得她很可愛耶 這個跟果凍指甲的感覺差在哪 果凍指甲是什麼啊 也是類似那種亮亮的嗎 果凍指甲我不知道耶 我對美甲沒有很有研究 我只是喜歡可愛漂亮的東西而已 但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嚴重怎麼做 但我昨天看韓韓幫我做 感覺 就是她材料其實蠻便宜的耶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感覺自己買來玩應該蠻花粉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當然如果你想省時間 不想那種麻煩自己用的話 還是出去外面弄比較快啦 那我真的去外面做就是真的很 沒幹嘛 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通常店裡美甲店的環境 就是會蠻舒服的 香香的 然後開冷氣 然後就可以喝飲料 然後在那邊看智什麼的 就是算是一種享受 有點像去美容院的感覺 對 所以 如果不想要自己弄的話 就是花那個錢 就是去那邊享受 對 一千多就是去那邊享受 就是沒幹嘛 然後放鬆 然後聊八卦這樣 對 因為女生湊在一起 不是都會聊八卦嗎 所以就是有點像去美甲店 有點像去美容院的感覺 先問昨天做的時間大概要多久 大概一個小時多 一個小時 通常單色比較快啦 想問品寒火鍋都吃了什麼 欸 我那天火鍋吃了昆布湯 但我後悔了 我應該選一個特別一點的湯 我那天吃昆布湯 然後溫體低脂牛 我吃溫體牛 可是我覺得 嗯 其他的肉比較好吃 就是我覺得溫體系列 比較偏硬一點點嗎 因為他只能 他其實是溫體牛 所以他有跟我們說 只能算3到5秒 然後我真的只算3秒 可是我覺得跟其他的肉 比還是偏硬 所以我 下次去應該會點別的肉 你們那天成人都去 幾乎 幾乎都有去吧 有空的人都有去 然後又有低脂 然後又有低脂 那我覺得那個 牛奶湯蠻好喝的 牛奶湯 應該點油還要多一點 嘴 溫體牛比較偏硬 還有採點吃起來 你們要去 啊 掉飯了 抱歉 哈囉吃過小米 你們要去採點那間 那間在市民大道上 對 掉飯 對 怎麼可以發生這種事呢 偶像不可以掉飯 偶像怎麼可以掉飯呢 要吃台南溫體牛就要到當地 欸台南溫體牛是真的好吃耶 唯 那你們要去採點的話 我們推薦那個 牛奶鍋 還有一個是酸菜白肉鍋 那兩個湯底蠻好喝 然後我覺得 剝皮辣椒應該也會不錯吧 但我沒喝到 但感覺清腸應該不錯 我覺得你們可以點 別的湯試試看 有機會我會去採點 成員是不是都點牛奶鍋 好像蠻多人點牛奶鍋的 但我點昆布 因為昆布湯不用加錢 經濟實惠 整個聽成要飯 我要啊 要飯我也要啊 我需要很多飯 我要飯 是這樣嗎 我的那個頁面還停留在眉角 然後我又不知不覺默默的欣賞起來 像這種啊 冰塊的 我覺得很很 像美人魚耶 閃閃發亮 空落鍋低脂牛了解 欸我覺得你們可以不用點低脂牛 真的 我建議你們點別的肉 就是低脂牛我覺得比較 口感偏硬啦 如果你喜歡硬口感的人的話 可以點 但是你比較喜歡那種 沒有那麼硬的肉的話 可以點別的肉 對 昆布湖就放一個海帶的清湯 但那家火鍋店我覺得 雖然價格偏蠻高的火鍋店 就是 通常 平常很少吃到這麼貴的火鍋 蠻特別的 那家教授 那家教授 野人 對 野人火鍋 好像是一位 藝人開的 KID GIRL開的 那個火鍋店 我覺得還不錯詞 還不錯啊 KIDGOODY KIDGOODY KIDGOOD 我之前就一直蠻想去試試看 但一直沒有去 謝謝安安的小公主 謝謝 跟阿伯桑同事的那個KIDGOOD嗎 是的沒錯 就是木耀的那一個KIDGOOD 謝謝KAMI的愛心祈求 你們出有特別優惠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吧 就是普通的客人 我們就是普通的客人這樣 他們好像有個活動什麼 打卡送肉之類的 還是加LINE送肉 然後我們就加LINE的 等我找到工作才能吃 加油 祝小米趕快找到工作 加油小米 加LINE我送你們肉 我就有加LINE 然後現在LINE很常跑出那個 野人火鍋的訊息 你們應該抱一下阿伯桑的名字 至少打個折吧 沒有吧 名字不是這樣拿來亂用的吧 而且我們人那麼多耶 不好意思啊 謝謝吃貨小米 謝謝吃貨小米 送的紅玫瑰 謝謝阿圓的小公主 謝謝阿圓的小公主 然後打折我覺得還行 可是本人不在 然後抱一下名字打折 蠻怪的吧 謝謝軒尾的閃光星星 只好請阿伯桑帶你們去 有喔 我昨天有跟阿伯桑見面 我們昨天一起去按摩喔 我們昨天一起去 一間 蠻厲害的 怎麼 就是蠻 裝潢蠻厲害的按摩店 按摩 我做了那個精油按摩 蠻舒服的 而且我愛按真的是睡著耶 按到睡著 然後他照了起來的時候 我愛有點懵這樣 去吃沒有順便 因為他不是酸 我覺得我們 就是偶爾真的要去按摩 所以 我覺得真的會放鬆很多 然後比較好睡 有疊下床嗎 沒有 什麼時候 我昨天晚上按的 昨天晚上去按 很舒服 因為我們很常跳舞 然後 或是 拍東西阿 或是去通告什麼 就是都要站得很挺 然後就會 一直 夾在那邊 姿勢嘛 然後加上有一些壓力的時候 肩頸就會很痠 所以就是 定期的都會 想去按摩一下 原來要開火鍋店才能拿到小偶像的歪 我最近一個月去了三次 欸我覺得按摩很舒服耶 就是 工作要一大的時候去按一下 其實應該對身體也蠻好吧 因為它是刺激穴道 就是跟泡澡的概念有點像 就是我覺得 偶爾去按摩應該對身體蠻好 促進血液循環 香菇 我很喜歡粽子裡面有香菇 粽子裡面有蛋黃也很好吃 欸 我不喜歡粽子裡有蛋黃欸 粽子裡有蛋黃欸 粽子裡有蛋黃欸 粽子裡有蛋黃我不喜歡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挑掉 不過按摩不是也偏貴嗎 是啊 所以就是 偶爾才會吃一次啊 我不喜歡粽子裡的蛋黃 我覺得它跟一般蛋黃吃起來不一樣 這一顆粽子的蛋黃長得非常的漂亮 蛋黃好吃耶 香菇才不行 嘿 我從小到大完全沒辦法接受 粽子裡面的蛋黃 講著講著突然想去按摩 欸我昨天真的睡很好 不是我最近這一陣子 睡覺都做夢嗎 但我昨天 按完回來 睡覺我完全沒有做夢 睡很好 那月餅的蛋黃呢 月餅的我也不喜歡 鳳梨酥的我也不喜歡 就是我我只喜歡一般蛋的那種蛋黃OK 或是 那種 壽喜燒啊什麼生蛋那些我都OK 可是 鳳梨酥 粽子 月餅裡面加蛋黃我就不死 看來不喜歡吃乾掉的蛋黃 我覺得是蛋黃的品種不一樣嗎 蛋黃的品種 就是 雞蛋的蛋黃我OK 可是是不是鳳梨酥那種月餅裡面的蛋黃都是 不是雞蛋的蛋黃啊 就吃起來味道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不是不是雞蛋蛋黃 他們味道比較重 對 因為鴨我就不行 鴨蛋我不行 我只吃雞蛋 雞蛋皮蛋可以 鴨蛋不行 鹹蛋黃 做法對應該是做法不一樣 鴨肉可以嗎 鴨肉不行 完全不吃鴨肉 所以每次大家在說烤鴨很好吃的時候 我都 體會不到 可是 通常吃皮蛋會加很多醬油 然後還配豆腐 就是 沒有那個味 奇怪的味道 鴨肉呢 鴨肉我也不吃 鴨肉不吃 雞我吃 羊肉我還好 羊肉我可以吃 可是沒有到很喜歡 品牌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蛋嗎 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講那個 奇怪的花 智鴨 我看你這個問題有點怪怪的 我是不是要講什麼奇怪的花 是不是要講土味情花了 大虎烤蛋時刻150 有些有燒味就很怪 豬腳平凡吃嗎 吃 可惡被發現了 所以你到底要說什麼 是什麼蛋 一定跟我有關的對不對 我想一下 想不到 謝謝過客的緣分相遇 哈龍亮靈 他說 已經刷到 跟你一樣 阿叫小壞蛋 小壞蛋 我有點那個 起雞皮疙瘩 你知道嗎 跟你一樣的小壞蛋 這個話你長得出口字 吼 我聽到了 雞皮疙瘩 我剛直接沒看到那一句耶 是不是系統自動幫我刪除了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 怎麼不會害羞啊 智鴻 好冷喔 突然 慘了 我應該是還沒睡醒 頭還在暈 我也喜歡你的臉蛋 喔 對了 臉蛋也可以耶 傲嬌不行 還是小壞蛋不行 我覺得是小壞蛋 小壞蛋聽起來有點 就是 雞皮疙瘩的感覺 你行我不行 傲嬌還好 但 被叫小壞蛋 換你這種 這感覺吧 嗯 畢竟我們上禮拜才剛結婚 那像你一樣的小笨蛋可以嗎 小笨蛋感覺聽起來就不會那麼 那個 因為小笨蛋很常聽到吧 小壞蛋比較 更 更那種 就是 調戲的感覺 小笨蛋比較還好 小笨蛋感覺說 喔 有點可愛啊這樣 就是那種 不是 那種 愛情電影也會 男主角叫女主角 小笨蛋嗎 小笨蛋好像聽起來還好 小壞蛋聽起來比較 雞皮疙瘩 小笨蛋很常聽到嗎 當然小笨蛋就是有種 喔可愛的感覺 但是小壞蛋有點 但是小壞蛋有點 真的 比較少聽到吧 中文太深了 小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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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講的太過分了 沒有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 就是這個 很少聽到有人會這樣發言 滿好笑的 小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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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那一點的聲音講小笨蛋 小笨蛋 我做不到 我好像做不到耶 每個人進去都說 嗨嗨小笨蛋 那我可以說品牌是小笨蛋嗎 我沒有很笨 你們看完錄影就知道 我沒有很笨 真的 什么录影 录影 录影 一半还有一半分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录影 前天吗 刚才昨天已经上了中间级 我的油饭 不是油饭 粽子 要被冷气吹干了 我给他吃一吃 不是油饭 粽子 抓到了 谢谢红豆粉果汁的小公主 现在要站重 怎么没有 没有要站 我只是口误而已 口误 但粽子不说的话 吃起来也有点像油饭吧 如果你把它打散 不是粽子的形状放在盘子里 不说的话 应该也很像油饭吧 你这个很赞 那就是北部粽 是啦 南部粽就是黏黏的 那一种 确实啊 北部粽就比较像油饭啊 不是吗 就是比较粒粒分明啊 平在言论 我觉得都蛮好吃的啊 就不同风格 不同风格的粽子 是这样形容吗 但我没有 我没有觉得哪一边特好吃 或是不好吃 就是我都蛮喜欢 看大家各自的需求是什么 都是饭团啦 开火 但我从小到大吃的都是北部粽 我觉得我之前去台南玩的时候才第一次吃到 原来粽子是黏黏的那一种也蛮好吃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 家里吃的都是比较偏粒粒分明的 我觉得我今天吃的这个应该也是偏北部吧 就是 不是黏黏的那一种 但我从小到大都是吃北部粽 谢谢月安的闪光星星 北部蛮清少的 也不错 甜的粽子有吃过吗 有 跟大家分享一个不重要的情报 就是我爸完全不吃粽子 他说他不是好像糯米的味道 而且黏黏的不喜欢 我爸从来不吃粽子 他讨厌粽子 很意外 整个华人文化圈应该只有北部粽 所以 先把饭用熟再包 吃过减重吗 有 那品寒减重是加砂糖派还是丰莲果糖派 就是一贯的那种 便利商店卖的那种 岳父的喜好要记起来 台南的话可以吃菜粽 每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减重好怪 其实我对减重也没有那么喜欢 我小时候很喜欢 是因为那个果糖甜甜的吧 可是 长大吃之后就觉得它有个怪味 对吧 吃有个怪味吧 叫微妙 所以我长大后很少吃减重 就是因为小时候它吃冰冰的 然后又有糖甜甜的 所以喜欢嘛 但我长大吃之后 我觉得那味道很怪 减重就是长的黄色的 然后有一个奇怪的味道 对 减味很可怕 减重可以加蜂蜜 对耶 我什么没想过可以加蜂蜜啊 我从小当然都是配果糖 有化学味 对 减重到底是什么做的啊 它那个奇怪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是减的味道吗 蜂蜜加梅子粉好吃 剪重是不是 是个漫画学的东西吗 我来查查看 好奇它的做法 剪重做法 剪重做法 它是用糯米 然后 剪粉是什么啊 剪粉你听起来就很化学 加入1.5支两包专用剪粉 剪粉是什么东西啊 以及清水搅拌 然后 将浸湿的糯米包成粽子 然后去蒸 是不是 剪粉是什么东西啊 好怪喔 剪粉听起来就超化学的 原来那奇葛的味道 是剪粉的味道喔 就是 就是 这样我以后再也不敢吃这个东西了 听起来它做的方法很特别 食用苏打粉 我长大后很少吃剪重 你一定不能吃因为会剪粉 唉呦 志宏今天很多 很多那个很活泼的话喔 哈哈哈 古时候好像是用稻草烧唇灰加进去 稻草烧唇灰加进去 然后再吃掉吗 太可怕了吧 但我蛮喜欢那种 甜的粽子 不是剪粽的那种 也是冰冰的 可是有点像麻糬那种 最近Seven不是什么 便利商店不是会预购那种 有点像麻糬的粽子吗 就是里面会包红豆 或是抹茶之类 那种冰冰很像麻糬的粽子 但不是剪粽 就是单纯的麻糬粽嘛 那个我就蛮喜欢 冰粽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麻糬啦 还是去吃冰粽 那根本是甜点 那个很好吃耶 喜欢 那叫冰粽是吗 冰粽 冰粽 谢谢Lose的小公主 其实我们蛮厉害的 刚刚我们节都过多久了 然后还在聊这样子的话题 也是蛮厉害的 我也是 刚刚我节都过多久了 还在吃粽子 谢谢博程的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 品寒粽子没加甜辣酱吃吗 因为我们家没有甜辣酱 可是甜辣酱买一块很大罐 然后用不到几次 很容易过期 正常粽子要吃一个月 粽子吃一个月也太腻了吧 你们家冷冻扩都还是粽子吧 那你们明年要买少一点耶 不就吃这么多粽子很腻吗 品行合照会会穿什么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最后来提醒大家 小米说我吃一周 一天吃两餐 一天吃两餐粽子 你有看到我眼睛声多大吗 一天吃两餐粽子也太可怕了吧 我在想要穿什么吃健平衡 好 我最后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等我吃完粽子 好饿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粽子 衣服买好了 没事的 诶 已经买好衣服了 动作那么快 我家冰箱还有十几颗 哇那真的看到肉粽会害怕耶 所以明年叫你们家买少一点 就不用这样吃这么多了 好 那我来 找一下我的档案 看我哪一部是穿什么 有放 有放可以偷偷看一下 我要穿可爱一点去健平函 不可以比我可爱哦 不可以穿的比我可爱哦 好饿 谢谢吃货赏明的掌声鼓励 好饱哦 吃饭粽子好 比品寒可愛要怎麼定義 應該很難喔 應該很難比我可愛喔 跟品寒菜一樣的白色指甲油 有湯嗎 沒有耶 我今天就是中午吃一顆粽子 因為晚上要去吃燒肉 是燒肉 所以就不吃太多午餐了 你最可愛 還是男粉絲也來塗白色指甲油 你們會塗指甲油嗎 但我做這個白色 然後搭 其實我覺得白色蠻好看的 只是很容易會說你是沾到粒可白喔 就是很像粒可白沾到 可是我覺得白色很好看耶 就是什麼衣服都可以搭配 但就可不可以說你在那立刻白喔 比較一些幼稚的男生 但明明都很好看 可是白色指甲油會選手黑 但因為我白所以還好 突然很驕傲 但因為我白所以我可以塗白色 突然很驕傲好欠貌喔 說粒可白太幼稚 我都說白色有期 品還手白才能 那只好塗黑色 找藥的檔案 那我看一下喔 呃星期六六月十八的合照會 第一部合照會是 嗯對第一部合照會 等一下喔等他跑一下 我覺得我們家網路最近有點慢 不知道為什麼 好 第一部的合照會是 穿聖誕梯 就是六月十八第一部合照會 是穿聖誕梯 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穿我的聖誕梯 呃是去年的版本喔 不是黑色那件 是白色的那件 白色的那件 就是去年版本的聖誕梯 小貝貝聖誕梯 對 大家如果有買的話 可以一起穿 對白色的 對白色的 小貝貝的那一點 怎麼樣 浩毅該不會 準備錯衣服了吧 哈哈 對我之前都說穿聖誕梯 但沒有特別提醒是哪一 哪一年的聖誕梯 對有可能會讓大家誤會 謝謝阿元的版式可樂喔 來不及買小貝貝提 沒關係你們可以排隊輪流穿 哈哈哈哈 你們不介意的話 可以跟前一個人 欸那個可以借我換一下嗎 我是周日去找品牌 我只有買一部 加單的時候忘記結帳 對 好 然後 呃 看一下喔 握手會 6月18握手會 第二部 是穿 私服 沒錯 私服 所以就是大家看自己想穿什麼就可以 穿什麼 我第二部握手會是私服 然後握手會 第一 我看到大家衣服都穿很漂亮耶 我在看大家穿什麼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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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欣賞大家穿什麼 然後 欸我剛剛講哪個 握手會第四部是穿制服 衣服 制服 制服 6月18第四部握手會 是 穿制服 公演的制服 請期待是哪一套 然後 嗯 6月 9月 19了 對 接著就是 星期日6月19了 星期日6月19 喔 看到彩結 好可愛喔 彩結 對他上面也太可愛了吧 拍衣服 然後有拍到臉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吧 這一張 然後 然後 6月19 星期日的 合照會 第七部 是穿 合照會 第七部 對就是剛剛 坤坤是不是 欸 坤坤嗎 說有 要來的合照會 6月19 合照會 第七部 是穿 學生制服 好 卓卓 這個字 唸卓 對 對吧 這個字唸卓吧 對 卓卓 6月19 第七部的合照會 是穿 學生制服 就是那種 你們最喜歡的 學生制服 沒錯 好可愛 好可愛 然後 嗯 嗯 接著是 6月19 第九部 握手會 穿的是 制服 對 也是公演的制服 那我也穿學生制服好 可以喔 6月19 第九部的握手會 是穿 制服 品寒要不要香檳禮物 你都這樣問人家就好啊 直接答應 對 然後 6月19 哦 謝謝瑞森的香檳Level吧 謝謝瑞森的香檳 欸 結果你真的送了 謝謝瑞森 太突然了吧 謝謝瑞森的香檳Level吧 欸 有人這樣送禮物前然後先問嗎 也太可愛了吧 謝謝瑞森 喔 俊森 Sorry 謝謝俊森 對 我以前同學也有一個名字 是這個字 然後每次都被唸成瑞 對 這隻是俊 謝謝俊森 謝謝俊森的香檳 他是特效蕩機還是你一直送啊 他一直跳出香檳欸 俊森 是特效蕩機嗎 謝謝俊森 還是你一直送 喔 這什麼 喔 是你一直送啦 謝謝俊森 謝謝俊森 你送了很多瓶是不是 謝謝俊森的很多瓶香檳 喔 是他一直送啊 他最後出生一個很厲害的特效欸 是那個Max 你們有看到嗎 他堆成一個塔 原來是他堆成一個塔 呃 開心到破音 抱歉 抱歉 是 原來是他堆成一個塔喔 謝謝俊森 送了六支香檳 謝謝你 而且送禮物前還問 還問說欸你想要嗎 太可愛了吧 等一下有人會問你要不要火箭禮物 我會說好喔 你們不要亂問喔 我真的會說好喔 笑死 我是從來不會拒絕別人的 好意 好了 謝謝樓下喔 從平函火箭 感謝鋼鐵 看有沒有人說要送帝王正 才是真的嗎 好 欸我剛剛講到第幾部喔 第6月19第9部 制服 品很想要火箭嗎 下面送 然後第10 第10 第10部 也是制服 然後就沒了 沒錯就沒了 就結束我們開心的兩天行程 不會拒絕 謝謝四紅的閃光星星 沒錯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這幾套制服裡面 有一套是獨製作制服 因為聽說你們蠻喜歡的嘛 所以我就借了獨製作制服 其中有一部制服是獨製作制服 想說你們好像蠻喜歡的 只好再問一下平安制服選項裡有獨製作嗎 有的 你們不用擔心 有的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那套 這也是蠻喜歡的 那套 就是蠻漂亮的 而且那個藍色蠻顯的 皮膚白 是蠻好看的 愛你 期待週末跟大家見面 好久 好久沒有握手會 每一次握手會中間隔很久 然後他就沒有那個記憶你知道嗎 就會很興奮 又有點緊張這樣子 獨製作師在握手 是 獨製作師握手 我的合照會兩部都是私服 就是 聖誕梯跟水神制服 然後其他制服的那個 其他的制服都是在握手會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姐姐做表格做很辛苦耶 還要幫大家弄那個服裝的部分 謝謝姐姐 辛苦了 辛苦我們的 好言公司的姐姐們 還幫我們做了一個檔案 謝謝茶杯的小公主 謝謝茶杯 好想劇透大家的服裝喔 但不能跟你們講 我看到大家穿的衣服 好想劇透喔 你們如果哪天 想要知道誰的那個衣服 你就去別的直播間收買其他成員 就可以提早知道 那個成員當天要穿什麼 你們來收買我啊 收買我我就跟你們說 你不要等等爆雷 看一下彩結穿什麼 彩結這個衣服厲害喔 你們真的很期待 品寒平常會穿學生制服當師傅嗎 不會耶 我這種活動的時候才會穿 平常出門不會穿那樣出門 所以我的學生制服真的是買來 就是握手會合照會的 就是為了大家 平常不會穿那樣出門 除非去遊樂園玩才會吧 好 韓韓有說過 韓韓有說過是不是 不早講 害我還在那邊裝神秘 可惡 彩結穿天使 對啊 欸你們已經知道囉 我剛剛講說 我就是說天使那張很可愛 我就是說天使那張很可愛 他就是日衣跟天使 欸原來你們已經知道了 可惡 他以為還在裝神秘 哇 面面這個衣服也是很厲害 就先不跟大家說了 有些人已經說 面面這都很厲害耶 大家都很 非常厲害 就是那個法寶很多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都不會太普通 制服跟聖誕題 應該不會太普通吧 面面不是說過 已經不是秘密 所以衣服是試穿照有在檔案上 就是穿在身上的照片 對 就是試穿照 這是我們的機密檔案 趕快關掉 免得等一下我雷 然後打到鏡頭 然後不小心照到 我覺得這種事好像會發生 趕快關掉 呵呵 面也講過了 等一下 我現在懷疑你們會不會套我畫 就說 喔對啊他穿什麼什麼 然後蒙蒙看 然後就會說 不是他是穿什麼的 你們是不是在套我畫 我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基本都說過了 不然你現在打開了 那口罩會是不是會賣現場票啊 官方是不是有公布那個 合照會 前幾天有公布那個 合照會會賣現場票 所以 大家如果 沒買到或是想要加買的話 可以買現場票 是的 這次是第一次找品函合照 真的 我們認識那麼久 是第一次拍照嗎 玉 講得好像我們是老朋友 對啊我這跟玉好像認識蠻久的 是第一次拍照 羊圈裡的路也是第一次 羊圈裡的路 因為我對路的印象是 就是在那個 王國紀元裡面 變得更熟悉的 對吧 羊圈裡的路 因為你在那個遊戲裡面 非常的活躍 那時候 熟悉的 淺淺不如說 衝動 佐佐也是第一次跟品函合照 真的 這麼多人是第一次 很開心耶 對 羊圈也是第一次 我就心犯沒錯 對是王國紀元變熟的 謝謝大家 願意成為我的粉絲 我要成為一個寵粉的小偶像 我的目標成為一個寵粉的小偶像 耶 寵粉 果然是一起扛過槍的交情 佩佩也是第一次 好緊張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了 我聽成熟粉 寵 寵粉好嗎 寵愛的寵 我也想寵粉 寵粉 也是玩遊戲才比較認識平衡 欸 在你們在遊戲中認識的我 是比較 就是ㄎㄧㄤ的我耶 就是 感覺上邊很吸引人 從遊戲中認識我 不是我擅長的部分 好像比較ㄎㄧㄤ 大家可以看我現場表演 我比較有自信的是 現場的演出 跳舞 表演的部分 可以來看公演之類的 對 從那個 遊戲中認識的我 比較不是真實的我 對 比較ㄎㄧㄤ的我 可是現實也很ㄎㄧㄤ 現實不ㄎㄧㄤ 遊戲裡面是私底下的我 是啦 但其實我 就是表演起來 還是蠻有魅力的 大家可以來看我公演 什麼表演 就會更愛我 就會更愛我 趕快推銷一下自己擅長的部分 不然怕大家覺得我太ㄎㄧㄤ 不會啦 ㄎㄧㄤㄧㄤ的快 真的嗎 謝謝冰淑淑的愛心氣愁 好 我們現在已經合併傳一個萌囉 真的 那你們萌應該蠻大的吧 很大一個 謝謝茶杯的小公主 ㄎㄧㄤ還是愛 ㄎㄧㄤㄧㄤ可愛 品寒合照有推薦的pose嗎 我叫那個把愛心最normal 最不會出錯 愛心或是對抗之類的 我以前 之前合照會有經驗 我蠻喜歡對抗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麼 但之前比較常遇到是愛心跟對抗 因為對抗的很有約會感吧 所以好像蠻多人也蠻喜歡對抗的 反手比例也可以啊 這個也可以 這是前陣子最流行的pose 對抗會承受不住 有推薦pose嗎 如果想要在鏡頭前面看到正臉的話 可能就是愛心啊之類的 但如果想要約會感 比如說你買了很多張 然後想要不同的東西的話 可以試試看對抗 對抗應該會蠻有趣的 對好像很多人喜歡對抗 對抗是享受當下 照片畫面還好 是沒錯啦 因為對抗看不到正臉啊 但就是那個當下 可是有隔板怎麼看 男生比較少只會有對抗 對抗心臟受不了 肯定要對抗的吧 看誰先偷笑 所以就是大家 其實我很好配合啦 大家說想做什麼 基本上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我都是會盡量做到的 那隻白獸的章魚 它不是章魚 它不是章魚 它是棉花棒上面的小棉花 它叫做豆芽桑 它不是章魚 哈哈哈哈 這次應該不會再吃 這次應該不會 對 對看好 你是說它嗎 就是這個 它不是章魚啦 鋼鐵夾粉 九天神女有指定動作嗎 降落也可以啊 我們一起比降落 居然不是章魚 說成章魚 它不敢出門 你沒有聽到 不可以給它聽到 它會很難過 它被叫成章魚 但它腳確實蠻怪的 就是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的腳長蠻怪的 它就不見了章魚上 QQ 沒事啦 我一開始也是一直不知道它是什麼 欸我口袋怎麼有 昨天 昨天按摩的名片 嚇死 昨天按摩的名片 它居然有這麼多家分店喔 居然有這麼多家分店 台北有1 2 3 4 4間 欸5間 1 2 3 4 5 就口袋掏出一個 按摩的名片 笑死 我真的好不像偶像喔 怎麼辦喔 今天很不像偶像欸 等一下 口袋掏出按摩店的名片 啊好不可愛喔 煩死了 這不是我想要營造的形象 我今天原本想要營造的形象是很可愛喔 我想這樣大家 周末來的時候就可以 就是比較有那個few 你懂嗎 結果 不小心從口袋掏出名片 這是最真實的北韓鏘 嗯 這樣也可愛 沒事我今天也不像我自己太優 按摩店該給個業配了吧 不用 那間店已經很多很多網美在業配了 不需要我 對 這間店很多網美在業配 應該不需要我 我姊 我姊 也很常去 懷疑我姊有沒有入股那間啊 她很常去欸 她是不是有 買那個股票之類 按摩店也要踩點 可能有入股 按摩店不需要我那個吧 你們這個也要踩點喔 你們連這個也要踩點 你們真的跟隨我跟隨的很緊欸 笑死 按摩店你們去自己平常習慣了就可以了吧 還是只是為了想要踩我的點而已 連按摩師也要踩點 入股肯定是按釘入股 唉唷命你今天也是那個 講這些話都不會害羞 不愧是跟例子要過電話的人 按摩師會累死 連按摩師也要從一個 右邊 謝謝博承 的小公主 不愧是 平常都是卡卡在幫我按摩 媽媽採奶 卡卡太可愛了 哈囉卡卡 卡卡在你旁邊嗎 我也想要卡卡幫我採採 我也想要卡卡幫我採被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品寒室泰式按摩還是台式按摩 唉 我昨天去的那間應該是偏泰式 可是是精油的那種 所以不會痛 是舒服的 那我之前有去過一個超級台式的按摩 也是全身按摩 然後我覺得很舒服 我之前去過一個超級台式 就是他 他店整個超級老 然後 就很像在做黑的 你知道嗎 外觀 外觀很像做黑的 但其實裡面進去超正常 就是一般的按摩店 可是外觀看起來 就是因為很 柴很土的 很豪氣的那種店 就是很 很台式 然後外觀看起來很豪氣 就是看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喔 然後我就想說 唉 外表看起來很怪 但那邊那是別人推薦 然後說去按過說 喔是超級正常的 然後進去真的是超級正常的按摩點 然後很舒服 重點是 我覺得很舒服 但是我目前覺得 按過 算蠻舒服的按摩點 沒有我說外觀 外觀很像 就是外觀很豪氣 土豪型那一種 對 外觀看起來怪怪 而且他外面老闆那邊又站了幾個 就是 看起來怪怪的人 但是其實超正常 而且很舒服 黑的是麥霜 沒有啊就是比較 怪怪的那種店 可能品還沒說蜜語 所以沒進到第二層空間 沒有啦 那間是其實是蠻有名的店 對好像以前都是按日本客人那一種 那是不是現在 疫情關係沒有外國客人 所以 他原本那間店蠻貴的喔 就是消費蠻高的 只是因為沒有外國客人 所以他給 現在給台灣人去就是蠻 打折蠻多的 然後之前我就跟朋友 還有切晃一起去 切晃大嘴頭誰去 去 意外的超舒服 越描越黑 不要再逼問我啦 我今天想要營造的形象 不是應該是可可愛愛的嗎 中山站大蒼酒喉那邊嗎 不是 不是欸 沒有解鎖暗門 平安長大 欸我早就長大好不好 22歲了 不然永遠都不是說長不大的小孩 早就偏了 沒偏啦 還是很可愛的 偶像好不好 你們不要 那個 嚇到新粉絲 對 剛剛俊生新粉絲 你們不要嚇到新粉絲 原來平安222 我22老咪 請付費解鎖 你不要那個 醜號我的形象 對啊 不要嚇到我好嗎 欸 老實說 智猴 我今天才被你嚇到 是我被你嚇到 智猴 瘦瘦發抖中 黃心瘦瘦發抖中 醜號只有錢 小笨蛋 好吧我道歉 好好笑 我最喜歡跟你們這樣 互嗆 互嗆是要夠好的人 才有辦法這樣互嗆 對 想當初我們還在很尊重 現在都可以互嗆 你要啥 我什麼都要 我是貪心鬼 小孩子在做選擇 我什麼都要 真的好期待握手 我也是小明 露出誠意 萌星加群請示我 我什麼都要 智猴 既然你都問了 那就不客氣了 什麼都要 謝謝十字命隊的掌聲鼓勵 謝謝烏脈的緣分相遇 你不要說要火堅火地 帝王正嗎 這呼聲還太和平 謝謝奕成的小公主 我要你陪我 夠撩了吧 志鴻 你要什麼我要你陪我 可以吧 夠撩吧 不要說平安對你不好 謝謝博承的愛心氣球 謝謝志鴻酷酷的東西 小火 成長成貪心膽了我滿好感動 你贏了 謝謝博承的夢和泡泡 平安今天怎麼這麼會 謝謝 賺難了 志鴻該火箭了吧 欸好久沒看火箭了喔 突然 突然志鴻陷入水深火熱當中 你看這種東西 不要自己開口 你知道直播間的大家都不是朋友 你知道這件事齁 以前已經體會過 直播間的大家都是非常會起哄的 對 所以直播間講話小心 你各位小心 你們是神奇寶貝粉嗎 應該不算是 只是因為我的名字很像 皮卡丘 所以我的 粉絲名字也是 就是跟皮卡丘有關 對 但不算特別是神奇寶貝粉 給你上次沒給的 謝謝阿元的掌聲鼓勵 鋼鐵的火箭了 你們看直播間大家好壞喔 你們真的很壞 我只能這麼說你們真的很壞 可是我好愛喔 你們好壞 我好愛 謝謝你們 我們是一堆最會為別人挖坑的人 我以為是丟寶貝抽 原來現在都是丟火箭 要不要送你香水 要 現在說什麼我都要喔 你手指頭伸出來給你上次沒給你的 是鑽劍嗎 是鑽劍嗎 我好暈 謝謝志鴻的鑽劍 我終於有鑽劍了 我的人生第一個鑽劍 謝謝 例子我也有鑽劍囉 22歲 謝謝志鴻的鑽劍 謝謝鑽劍送的煉上你的味道 謝謝鑽劍的香水 謝謝 謝謝志鴻的鑽劍 22歲擁有我第一個鑽劍 可以啦 嫁了嫁了 名牌香水 謝謝鑽劍的香水 好香好香 很多東西不能送啊 好嚴很困 收到鑽劍香水我會很開心 就是很實用啊 香水不行嗎 有接觸到皮膚的就不行 是不是 那你們就說那是噴衣服的 不是皮膚的 香水很 很好耶 這個禮物很好耶 就說我對你最好 謝謝志鴻 謝謝志鴻 的香水 這平函禮物真的好酷 你的第一個鑽劍是去年命送 啊命要送 那我有很多鑽劍 謝謝 這樣瓶子也許可以 奇怪 平函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可是好愛喔 用寶貝球收服我吧 舒服 好愛好愛 謝謝茶杯的小公主 香水上面貼紙條 噴衣物用的嗎 對啊噴衣物的應該可以吧 香水很實用耶 我如果想不到送朋友什麼禮物 也會送香水 就很實用 謝謝冰淑船的愛心氣球 欸結果我今天直播差不多了耶 好 先謝謝大家喔 謝謝數字架的啾啾你喔 那我們周末見啦各位 請準備好你們的 開心的心情來跟我見面 OK 那我先來念個排名 今天直播收到好多禮物喔 好開心喔 謝謝大家 那我先念排名囉 第十名 第十名 柏尾 第九 一城 第八 柏城 第七 柏雲 第六 雪帶八 第五 莊瑩 第四 數字架 數字架 第三 金友 第二 第二 俊森 第一 志鴻 恭喜志鴻 俊森 還有金友可以指定啦 恭喜三位 謝謝大家送的禮物 雞蘭 雞蘭 我在說什麼想話不清楚 雞蘭 雞蘭 雞蘭是什麼 雞蘭忘了我送過 我要演一下走心 沒事啦 命 大家也常常忘記我啊 在別人直播間的時候 對不對 那我也演一下 沒事啦 這種事 習慣就好 不是啦 是這樣安慰人的嗎 謝謝數字架的掌聲鼓勵 真的好不會安慰人 開心大姐吧 笑死 謝謝蜜 愛你啦蜜 我們的愛不是要多說的吧 知道我愛你的 你看你去跟栗子要手機的時候 我都沒走心 最後還要編一下 到底誰才是受害者 確診隔離中 那你要趕快好起來喔阿元 多喝水 身體健康 趕快好起來 你知道我是愛你的吧 我們這些互嗆都是愛的表現 這些都是愛的表現 懂的吧 期待Nya 週末你會穿戰袍來嗎 期待看到那個品寒戰袍 肯定要編的吧 趕快找人幫你戴牌 用你的眼 今天也懂這個 那大家可以開始指定啦 自豪俊俊俊俊俊俊俑 答啦啦 答啦啦 既然要被編一編被子 那立直的麥可不可以 可以指定什麼 就是你是今天直播榜的前三名 所以你可以指定一個 你想要我擺的pose啊 然後是可愛的台詞之類的 對 就是一個phoney的時間 今天真的被調成小壞蛋路線 啦啦啦也太可愛 欸我剛剛不自主要在唱歌嗎 我剛剛有在唱歌是不是 我剛剛有在唱歌 我沒發現自己在唱歌 我開心的時候就是 我剛剛有唱歌喔 我的小壞蛋不能喘 對 神情狂貝齊綜藝這個台詞 那我模仿皮卡丘的叫聲好不好 謝謝阿元的專情告白 品還虐我千百遍 我待品還如初戀愛你啦 做了這首詩給我嗎 倒一動來手的fills 好像聽到你唱啦啦啦 用皮卡皮卡講口 那我模仿皮卡丘叫聲 皮卡丘 皮卡皮卡 謝謝俊莎指定 欸我很久沒有模仿皮卡丘了 他還會有什麼叫聲啊 十萬福特的時候會 我沒有看什麼看過皮卡丘 皮卡丘 那我記得他的那個 片頭曲是什麼 番茄醬還是什麼的 是吧 很可愛 不像但很可愛 對我也知道很不像 我知道很不像啊 我自己也知道很不像 不用提醒我 我知道很不像 換誰指定 剛剛金佑是不是有指定的fills 跳舞嗎 你說twice的那個thefills嗎 欸我沒有學過這首歌呢 不知道會不會跳 試試看囉 我沒學過這首欸 不知道會不會跳 我們大概看舞蹈 應該看舞蹈吧 可以拍抖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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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s 我在想要跳 我也沒有學過 我是真的沒跳過 現在直接cue我跳是不是 練都沒練 有點困難喔 我不會跳 可能副歌有幾個動作 跳到副歌 怎麼跳看一下 是順庫嗎 不是 是 不會這樣 這動作好難喔 我不會 這需要練習不然跳腳又很 很醜 不會掉牙 可以嗎 我是真的不會跳 我的學舞的能力沒有快到馬上看馬上會 我是練習型選手 沒關係嗎 你可能指定別手可能比較會 而且我真的超不會玩抖音 我每次玩抖音都拍超久 不知道我真的是 不是年輕人了 超級不會玩抖音 可愛給我 我每次抖音都拍超久的 就是研究半天想說 這到底這特效怎麼弄 我已經不是年輕人 謝謝浩義的掌聲鼓勵 就我看很多小朋友拍抖音都拍超快 然後又很厲害 然後我每次都研究很久 我覺得抖音超難欸 然後我覺得那個 IG的real也很難 不知道怎麼用 謝謝李思小長 鼓勵 那接下來換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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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要決定什麼呢 最好要決定什麼呢 痾... 當初兩IG限動多摸很久才會 是不是真的很難 真的... 看不懂現在流行的東西了 太難了 好...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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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指定... 啊... 洗掉了... 等一下我上去看一下 原本還想說要來個傲嬌小壞蛋版本說 歡迎大家來週末的活動 你是要指定說 傲嬌版本然後歡迎大家來活動是嗎 傲嬌版本的歡迎大家來活動 大家週末見啦 如果不來見的話也沒關係啊 反正我還有很多其他的愛 所以你們不見我也沒關係 我還有其他很多愛我的人 夠傲嬌了吧 夠傲嬌了吧 沒有啊還是很需要你們來見我 一秒一秒那個一秒一秒破功 演完一秒破功 他自己說你們來見我啦 每一個都很重要 這只是為了台詞需求而已 你們懂齁 台詞需求台詞需求 好傲嬌 一秒一秒一秒約好喔各位 約好 謝謝志宏的主定 謝謝茶杯的小公主 那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囉各位 平安有看間諜加加酒嗎 沒有耶 愛你的人 那大家就週末見啦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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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要欣賞我的立可白指甲喔 還有可以聞我香水的味道 跟護手霜的味道 愛你們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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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m啦 黑ких 那麼 很 稀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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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